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有点松了 有点开胶这个地方 这个飞机确实是迪勒美的一贯的作风 因为之前听过一些摩友的反应 说这个东西做工比较糙 今天确实是拿到这个飞机之后 确实有这么一个点感觉 这个设计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大轮 丛林轮 这个飞机的装机其实没有什么难度 然后但是它给了两管泡沫胶 但是也没有药用胶的地方 就是这些好多塑料件插上 然后平尾 垂尾 就是拧螺丝 然后机翼是可以对拆的 然后这块是一个塑料件 它里面还有一个带着主粮的一个塑料片 插上之后把这个再扣上 然后再拧俩螺丝就OK了 然后金翼是比较独特的一个 它这是一个后退式的金翼 挺有意思的 就是 哇 天啊 所有的地方都感觉很别扭 然后这个版本它还有一款是带飞控的 然后我这个那是不带飞控的 然后我们给它通伤电试试 这个我也是用了这个瑞斯凯的X20S遥控器 感觉哪儿哪儿都 各种吊 行吧 只能先凑合一下 看看它这个东西应该是 可不行 舱盖会飞吊 行吧 舱盖不带了 这好多都开胶了 然后它这个有金翼 金翼在这儿 这金翼虽然金翼面积不大 但是不知道它效果怎么样 我们试试吧 开金翼 两大招 哇 绝就离地了 这个东西 哟 晃晃晃又又在天上飞着感觉 我去 这一补方舵飞机蹭就过来了 但是动力挺强的 看能吊机不 走加油 哟哟 没问题 这动力能吊住机 哎呀下来吧 这个它定位的是一架什么 嗯 入门训练机 到底是啊 现在很多这个固定翼不太好找跑道 就是没有什么那么多跑道能飞航模 所以这个它这个大轮 就哪都能飞 就会在这种草地上 飞飞动作 走 横滚 我这是把副翼打满了的状态 天 反正怎么来怎么说呢 这东西反正就是 700多块钱 还可以吧 至少能飞 而且这个舵机 我刚才地上看 不知道能不能听点啊 就是滋啦滋啦的 等会我们落地再看看 它就一直在抖感觉 还开心意 再来一次接地 这大轮确实挺好玩 好 精力打开 我看看它起飞距离可以多短 走了啊 走 估计也就一米吧 一米离地 短距起降 但是着陆就有点长了 这短距着陆是怎么着 开着金翼 然后带着点油 带着大营角是吧 试试啊 好 把营角拉出来 加点油 好 这得有两米多我感觉 哈哈哈哈 就是很有节奏的 就感觉它这舵机在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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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一直在抖哒 但是我这没有飞空啊 我通商店之后还很奇怪 我说它为什么会抖呢 然后也是各种开胶 这我没飞几圈啊 这已经松松垮垮的了 但是这个自己补点胶之后 其实这个飞机的可玩性 还是有一定可玩性的 虽然它的做工可能是确实粗糙了一些 确实是很粗糙啊 然后比如这个喷漆 啊 然后这个接缝出 我这是啥 哈哈哈 就像自己做的涂鸦的感觉 然后关键是它还 这个这是新改的一个涂装 红的和黄的 然后它还带了一张蓝色贴纸 估计上一代 总的来说呢 这个飞机呢 确实就是价格在那摆着呢 能玩 但是需要自己再动一动手 再给它修一修 粘一粘 粘一粘 这个大轮确实是 这是我见过 这种航母里最大的轮了 这一米四的一展 一米四五的一展 配了一个三个大的轮 反正这俩轮加一块重量比机翼重量都大了 好了今天我们小测评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今天这个夕阳还挺好看 这飞机短剧起没问题 但是短剧这样确实是 哇 可以可以可以 哇 哈哈哈哈 我怎么感觉臭了 我就来了 我从事 我从摄像机里就看不出来这飞机留我多点 然后突然听见有声 哇靠 能把一个上当艺能弯成这样的也就趴了 嗯 就把它当真机开吗 真机要这么做的话绝对能把它吓死了 这大蜗感觉如何啊 哇 嘿嘿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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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